印象中老家的鱼丸最好吃 能湿出鲜鱼味道 又Q又弹又滑又嫩 自从来广东后 见到鱼丸总想买来尝尝 却总也尝不出那种鲜美的味道 失望至极 让我好几年都不再买鱼丸吃了 这次爸爸来了 终于抓住机会 让他好好给做了一次真正的鱼丸 嘿嘿 咱的认真记录下来 以备日后复行呢 准备鱼适量 洗净 去皮 我这条鱼很大 所以只取鱼尾部分 放入清水中跳15分钟 跳出血色 让鱼肉更白更嫩 用刀顺着鱼骨刮下鱼肉 加入小半碗葱 将水与鱼肉一起放入搅拌机 搅拌成鱼绒 已经搅拌得很细滑了 倒入较大的盆中 加入适量红薯粉和盐搅拌均匀 使劲搅打上劲 这个步骤很重要也很累人的 手会钻得要命 有电动打蛋器可以用电动的 直到取一团滴入清水碗中 能立刻浮起来为好 大锅中注入清水加热至微微起泡 用左手抓一把鱼泥 从虎口处起出 用手用汤勺沾水 挖出小丸子 迅速下入水中 带鱼丸全部浮起时 捞出 捞出的鱼丸放入冷水中或凉 然后沥干水分食用或冷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